家暴男通过一张瞳孔的照片 发现眼睛里出现风貌大厦四个字 近跨城追踪到了前妻藏身之处 本想杀之而后快 不料却被前妻三刀捅死 原以为这是简单的正当防卫致死案 可沈亿却从现场照片发现了端倪 他的头很小 死者的头比一般男性都要小 并且现场发生过激烈的撕打 可这么一顶一碰就掉的快递帽 为何会端端正正的扣在死者头上 而就在这事法医的事件结果 却让案件迎来了重大反转 通过显微镜观察 死者的心肌纤维出现了波浪排列 这是遭到低伏电击后产生的体征 皮肤上没有明显的电流感 但是心肌纤维出现中度波浪排列 死者生前有轻度的心脏病 在遭到低伏电击以后 引发了防趁休克 所以他在被刺死之前 就已经失去了反抗的 另外法医还发现 死者的刀伤有问题 按照周云义和赵明哲的身高差 刀口方向应该斜向上 可死者的刀口却是水平横刺 警方立马复刊案发现场 果然在楼下的绿化带发现了电击枪 上面还有周云义的指纹 通过调查周云义的网购记录 警方发现他事前就购买了电击枪 这就意味着 死者并非是被周云义防卫刺死了 面对成对的再三指纹 周云义终于坦白了一切 据他描述 那天赵明哲闯入时 两人撕打间他用电击枪电晕了赵明哲 等到赵明哲失去反抗能力后 周云义又抓起水果刀 连续三下刺死了赵明哲 最后将快递帽带回赵明哲头上 丢掉电击枪后选择了报警 如果真是这样 那周云义便是故意杀人 面对警方的指控 周云义并没有过多辩解 他说长期遭受家暴带来的应激创伤 让他下意识地做出这些举动 所以当赵明哲出现在你家门口的时候 你使用了电击枪 是因为你精神长期紧张的下意识反应 那当他休克倒下之后 你右朝他的药还刺了三刀 这可不是下意识反应吗 他动了 他在地上动了 知不知道只要他站起来 他就一定会杀了 既然周云义已经认罪 那案件可以到此为止了 可沈亿却突然脚踩电门 他想起那天送路亭回家时 一旁的共享单车被碰到 没想到这小小的动静 却把路亭吓出了一身冷汗 沈亿立马茅测顿开 推断路亭也遭到了长期家暴 加上路亭在警局时 曾对周云义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沈亿推断赵明哲的死 很可能是周云义和路亭联手部的局 就在这时 技术部的同事发现 周云义的照片上有合成的痕迹 沈亿立马来到照片上的地方 以同样的角度进行自拍 结果发现通过照片里的瞳孔 根本就看不到风貌大厦几个字 这就意味着 这张合成的照片是个诱饵 目的就是为了把周云义的位置暴露给赵明哲 引诱他走进不治好的死亡陷阱 而要保证赵明哲能看到这张照片 就需要另外一个人的配合 此人也被赵明哲长期家暴 他就是陆婷 而此时此刻 陆婷就在隔壁房间接受警方的问询 当得知如果周云义被判故意杀人 那他的结果可能是有期无期甚至死刑时 陆婷终于交代了一切 原来陆婷也是一个苦命人 尽管他已经身怀六甲 但赵明哲却从未停止过家暴 为了肚中胎儿 陆婷通过网络找到了周云义 两人之间相似的遭遇 让彼此产生了共情 为了彻底摆脱家暴男 周云义和陆婷便以照片为诱饵 引诱赵明哲找上周云义 那天被电晕后 赵明哲并未立刻失去意识 两女一男私打之间 真正杀死赵明哲的其实是陆婷 他抓起水果刀刺了赵明哲两下 造成赵明哲当场死亡 可他肚中还有胎儿 曾经也有机会成为一名母亲 却因早孕流产的周云义 最终为了替陆婷顶罪 把现场陆婷的指纹全部擦掉后 又抓起水果刀 在赵明哲的心脏骨上一刀 到此一切真相大白 两人在警局的转角相遇时 陆婷向周云义道了一声谢谢 他们的遭遇让人同情 而他们的结局又令人惋惜 自此双书反报案落下了帷幕 可就在这时 又发生了一期诡异的蝴蝶强奸案 被侵犯的女孩竟说犯人长得三只眼睛